好 再带你们来看另外一个令人瞩目的案子 这是苗栗县长刘正宏的胞弟刘正池 涉嫌窃赞国土的七七行管案 刘正宏是以被告身份应讯 他坦诚当了低底公司的人头董事长 但是对于公司营运他是完全不知情 另外对于周刊有媒体踢报 造桥乡的黑土污染案 刘正宏也说全案已经交由检方来侦办 不要再拿旧案子来害他 民工98年 苗栗县政府疑似为了盖新路 让土方业者在山上堆制肥料黑土 导致山下的牧场被爆发的黑土土石流淹没 牧场业者气得大骂刘正宏 放任有毒黑土毁了他的家园 实在没天理 你应该要帮我处理 两年多了都没有帮我处理 刘正宏少和县府员工一起练气功 对于媒体的踢报 刘正宏表示这已经是旧案子 检方已经侦办 县府已依法开罚126万元 刘正宏日贤还以西基刑管 窃占国土案的被告身份 前往失灵地劫署应讯 他表示自己只是地理公司的人头董事长 不清楚公司的运作 不过他话锋一转呼吁民众 不要随便当公司的董事长 有能力就自己经营 没有的话就不要当这个董事长 因为有很多事情受写给人家 那他怎么样经营 我们又不了解 检方查出刘正宏当地理公司人头董事长 公司还假增私 瞬间蒸发1亿元 刘正宏已经涉嫌违反 最重可判刑5年的公司法